师父 我回来了 申鹤回来了 怎样 这次有学到人间的种种吗 此次下山学习到了不少 对了 师父 这是我带的一些礼物 哦 一些甜点美食啊 不错不错 申鹤真是有心了 对了 这些花多少钱呢 大概几十万摩拉吧 什么 买得这么贵 你不知道去别的那里去买吗 徒儿并不知道 怪不得旅行者总说我不太会花钱 看来以后需要学习一下了 你花的旅行者的钱 别人的钱得尽快还呢 申鹤 可是燕飞告诉我 这钱是属于我们两个的 你们两个 怎么回事 妈妈 什么时候回去啊 这个小孩子是 等等 等一下 徒儿 这个小孩为什么长得和你这么像 这个是我和旅行者的孩子 申鹤特意带他来见你了 你等一下 神鹤 随我下山 雷雷 旅行者 你最好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刘云真君您信我 真的是神鹤先喝醉都动的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